一定要注意這個 我們是這個麥克風就交給老大 謝謝 主任各位先進行走 大家午安 我今天純粹是誤打誤撞 我今天來報道的時候發現沒有我的名字 那我們主任指示我啦 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早上那個 蕭老師有講 這是我們乞討會貼人的APP 裡面有一些 我們現在當然依照我們主任指示 我們也會把花燒區 把它直接改成新助理專區 現在裡面進去當然有 早上講的那個藝衣術文 第一本就是那個良家 那已經全部變電子書了 已經變電子書了 那如果到我的書櫃裡面 就是這一本 那你下版完全是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剛剛王理事長講那個 我們剛剛主任指示我 不能誇人家 如果需要版權 我們回家去努力一下 那因為我們要配合我們十月有一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可能花一點時間跟各位介紹一下 但我很害怕等一下就要問 為什麼我們縣市比較窮嗎 為什麼沒有先去 那因為今年我們只有規劃先到十個縣市 就是依照新住民人口的多寡排列下來 那如果有積極的話 我們明年還是會繼續辦 我們明年還是會繼續辦 這是廣告片 那基本上我們對於新住民的議題 我們主任在大概三年前到我們中心來說 開始在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我們博士沒有什麼概念 到今年的時候慢慢發展出來 今年正對新住民我們開發了很多東西 當我們一直都瞭解台灣的這個競爭力一直在流失 如果我們國家隨著時間的流失 我們的競爭力也流失 那是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台灣已經十幾二十年都沒有進過 那怎麼大家一起來救 大家一起來救 到底是你去找工作 還是工作來找你 還是你能創造工作 那可能是要我們都一直在討論這些問題 那基本上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工作人來找我 因為我是中越語言專家 只要跟著有關人通通來找我 我假設我當然越問我都會這樣 所以你要告訴人家你有什麼條件 讓工作可以來找你 所以我們探討也多微型創意 那種俱造 那基本上當然希望新住民 以及新住民的團體 還有我們公務門 還有學界企業 能夠精神合作 尤其在台灣的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才能無往不利 否則我們台灣一直在沉溺下去的話 我們將來就被人家來抬勞 就被人家來抬勞 那新住民的縣市 我像這個統計基本上是移民署出來 那我們根據這個歐洲縣市有做一張表 那基本上我們經典會到 那我大概蒐集一下新住民的原生國 他的人口跟他的國民所得 那早上人家講 印尼就兩億四千八百萬元 是我們十幾倍的 十倍多的人口 就算那個泰國也是我們三倍人口 那越南是我們的四倍人口 比我們人口多太多 那如果以大陸來講的話 那更不用講 那其實他們的國民所得 也一直在增加 等我們居近 區峻的時候 人家就不會來我們這邊工作了 那我們今年大概針對新住民 有七個計畫 那剛好因為這一張破影片 是我們那個美麗的柯佳馨小姐做的 她剛好是紅塵黃綠藍變紙 所以我看了以後我就說 這個應該把它弄成叫七彩如 那這一場其實也是新住民的論壇 那我們今年飛廣岸會到 今年會到全省各地磁場 就是第二格 那至於那檢定的多國語言版 還有行動語音 Telan的這個我們19期的Telan 我們會歡迎多國語言版 還有美學設計的數位教材 還有聖謀語言 有關勞動力發展的這些多國語言版 我們今年就會把它做出來 那根據這個時程會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今年要到十個縣市推廣 就依照新北市、高雄市、台北市、桃園、台中、台南、彰化、屏東跟雲林 那最後到苗栗 那是根據這個人口 這個新住民的人數來畫文 因為我們時間很有限 大概從十月初開始 我們會去做這個全省的說明 其實我們最主要在去 了解新住民現在的需求 另外一塊去真正去了解他未來的需求 那我相信現在的需求大家都很清楚了 今天也談論很多了 但是到底未來的需求是什麼 那可能要大家一起再來動動腦筋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公務員其實人力財力也有限 雖然有很多的方便 但是我們還是要尋找很多的夥伴 那在座人 因為我們除了瞭解我 可能在座不太瞭解我 見過我還沒有幾個 因為小弟是宅男 也不太出門 我們在尋找夥伴 我們希望不僅是十個夥伴 我們希望全省到處都是我們的夥伴 那如果大家一起來就像剛才講的 不管是公務員也好、新住民團結也好 新住民本身、業界、學界 大家一起來才能夠去 那剩下的這個都是資料 希望今年我們推動了這個各項計畫 大家一起來共襄審訊 那剛剛有提到我們有開發一個中產品 就是簡定的這個多國語言版 雖然我也不懂 泰語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貝國版 雖然我看不懂 但看有沒有懂粵語 大家可以看得懂 那題目進去的話 我們就去考試 那我們今年會盡量把中餐烘焙 那新北市它要做美容電腦軟體應用 我當然會希望如果說 都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開發成多國的圓滿 那這個是今天我大概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後多多聯繫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進行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課長 大家都有聽到他在尋找什麼火飯 現在才十個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食料 大家可以共同來參與 那接下來不是請我們各場次的 我們的主持人一起過來做影韓 那接下來的時間 那當然是由我們主任來為我們來做主持 那這個 除了找到夥伴之外 我想也希望大家未來能夠多多參與 我們這個職訊局的這些很好的 這些易化的教材 還有我們的這些很好的一些資源 那我就把這個麥克風交給我們主任 好 謝謝各位 我說下午如果還有柳下人 這些人都是有愛心的人 那有愛心的人 當然我們要發光發亮 剛才我們王理事長說他因為那個版權的關係 所以要到11月份的時候才可以 我聽了講說 因為我之前聽了說因為他受限 是在11月之前可以把它變電子輸入 我剛剛聽他講的時候才知道是這個意義 結果我們兩個都是講國語的 但是呢 溝通也有愛 那何況呢 是語言呢 有格格的 那我們又要怎麼辦 那所以我講說 他的工具書呢 如果能夠翻成電子書 然後也許我們付大一點這個費用 那接下來我很想說 那是不是把你的那個中文 給把它多國語 多國語 那先換你付給我的費用 結果要告訴人家說 有一位王先生 對不對 他種了一塊田 長了很多的水果 因為他剛剛在那裡念了很多 一大串的水果 對不對 那水果人家都知道怎麼樣去買啊 好不好吃啊 因為看不懂 所以我們要把它翻成多國語 事實上其實我們在台灣 是有愛心 可是有時候愛心坦白說很重要 但是有時候也不能當飯詞 他還是要有一些具體的想法 所以我剛剛聽這個我們柯金剛才提到 最後面講的這個社會企業型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類伴或公式的這樣的思考 其實台灣應該有很多類似的想法 對不對 比如說在全國各地 有的地方是禮拜一禮拜三啊 那個臨時的市集啊 他就開到這個地方來啊 然後禮拜幾到哪裡去啊 其實我覺得那個變形可能有很多 那也許各位可能也知道是說 勞委會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市的八德路 有那麼一個希望廣場 當時也是因為台灣有很多弱勢的朋友 大家都共同面臨一個困難說 我的東西很好 可是要擺在哪裡讓人家買 所以有一陣子是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外面 就常常在擺 他剛剛在講的時候我就講說 應該有機會先擺到那個總統舞前面那兩塊 對不對 相信馬總統應該會來 對不對 他也很愛我們這個東南亞的朋友 因為這裡面也有很多支持他的 也是他的選別 不過我想我們總統情操比較高 不是因為你選他 他才要來照顧大家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大家跟台灣的關係 不論從社會面 政治面 甚至於剛剛我們張正兄提到的 這個文化資本 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在台灣常常都留情一句話說 我們要一加一要大一二 可是從剛剛的說明裡面 我們也看出來一加一好像是小一二 反而是有一些阻礙 所以他剛剛特別提到說 是助力啊 不是阻力啊 他會這樣講 應該也是反過來說 現在還是有很多阻力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所以因此柯警長特別指出來說 我們怎麼樣來去污名化 讓這樣子的事實的現象讓更多人了解 而是讓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努力呢 是要各方面去做的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許坤仁許科長 特別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很希望有機會像我們一開始早上提到 我不知道我們在做的這個有幾位真正的新住民 我看起來就是你們兩個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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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不好意思給我 我跟你講 其實要勇敢的說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要跟自己的第二代 要出門在外 要跟他講 我以前已經講了二十年的話 那你現在又不好意思出口 對不對 現在剛剛有說 就是要很大方的說 其實台灣已經是多元文化已經很淺 你越不出來 越退縮 可能大家也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敢 一定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沒有懷疑你 所以一直應該要勇敢的 從自己 然後讓我們很習慣 因為坦白講 這個今天這個蝦老師他晚一點才到 我說蝦老師一直以整個客家的文化圍繞 其實有很多人聽到客家話 也聽不懂 那客家話全部弄在一起 就有點像在罵人那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容易就以為他是在罵你 可是你如果沒有讓他聽習慣 那怎麼樣子聽習慣 我也講的也不可能 有機會讓人家習慣 所以唯一可以有機會讓人家習慣的就是 今天我們這裡這麼多人 就是你們四位 可是你們四位也沒有講一句 但是因為你們講話也聽不懂 那你就要有一個才華 剛剛是好像是 也是張兄騎的時候 應該要有一個表演的人才的 演藝人才的這個訓練 那你們就應該要雙聲帶 在這個地方很快 對不對 像剛剛那個蝦老師就有稍微表演了一下 他講了一個客家什麼話 客家話 就表演了一下 你看他是老師 他也是一個演藝人也 所以現在人家講說 教育工作者如果不是一個表演工作者 就不是一個好的交易工作者 因為你有滿肚子的學問 可是你沒有辦法表演出來 讓人家很吸睛 你那麼滿腹驚人 人家又如何了解 所以也許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等一下開放現場的時候 你是講了兩次 你好像被逼了講了一次 對不對 後面有兩位講了沒有 剛剛沒講 剛剛我們許科長在提說 我們要辦這個十場 全國的這個討論會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設計 我們希望說每一場都要有一個純新住民 然後我們希望之前幫你訓練成為了解新科技的開人 然後你去跟人家講 之前你要體驗說 很好用 什麼東西很好用 我剛剛找他來講說 iPhone 5來了 Smartphone 哇很好用 你用到哪裡 iPad很好用 剛剛開始之前 因為對面不是很熱鬧 外加部辦的活動 很熱鬧對不對 那個是大四級 我們這小四級 我們溫暖有餘 他們熱鬧有餘 我就碰到好幾位 我認識的朋友有一位 其實也是一個NPO 因為他長期跟Microsoft有一個合作 各位都知道除了Apple的這個系列出來之外 其實Microsoft最近也要推出Windows 8 還有平板電腦 那我現在就來打Microsoft的主意 你說HTC捐了6000台 給台北強勢的高中生出來以後 罵他的比那個說他好的還要多 因為他說 他笑得最開心的 因為跟他的觀念就不太一樣 他剛剛說我不應該在台北走 我應該在天野地方走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想法 那我們在台灣的新住民 不管你住在台北一樣 你住在新北市一樣 你住在屏東一樣 其實基本上目前的處境是還在比較屬於邊垂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直接應用數位的工具 那你可以像早上大家談了很多 我們很多資訊都不了解 那我們四字兄的這一個工具書呢 市面上也買不到 也只使一家別無分店 這個流通可能是有問題的 東西很好 但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你現在如果有Smartphone 今天等於要出去之前 通通給他download那個TWTL 對不對 我常常講說現在你會 出去以後就要收費 那你就趕快download下來 因為上面就有 我們剛剛講說你怎麼搞那個 什麼什麼什麼發燒專區 我說那個發燒專區你要擺什麼 他說我們TWTL要擺新住民 那你就跟他講你是新住民專區就好 人家一看就知道 而且外面還要讓新住民看得懂 不然到新住民他也看不懂的話 也不知道怎麼當了 對不對 所以也換句話講說 這個樣子的各種的語言的溝通 恐怕是非常值得我們努力去推銷 那剛剛我們移民署的組長要走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多多合作 事實上我們已經促成移民署的組長 跟我們執行局的局長 也就是未來勞動力發展的組長 他們有一個對話 那我們這個對話其實就希望有一個機會 透過兩個部位的合作 也就是說內政部跟勞動部 跨部位的這個合作 過去我們內政部做了非常多 可能是福利性質的 適應性質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執行長 最清楚就過去這麼長時間 已經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能要想下一個階段 是要做些什麼事 所以也許在持癌的發展上 應該是我們想要突破的一個重要的核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2012年的第四季 我們希望能夠跨出一個比較大的步伐 我也很希望 上一次我們局長跟移民署組長在談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在這個Karen上面聊天 我們執行局已經發展出一個Infrastructure 就是一個基礎建設是GIS 那我們很希望當天那個署長就說 如果我們這樣子有全國的這些新住民 他們到底在哪裡 他有什麼能力 他的狀況是如何 可不可以把它做一個整合 剛剛我們的這個主持人也有報告說 我們要有這樣子的一個人才庫 所以這個人才不要再像我們柯姐剛剛說的 台灣男人很無路應的 錢沒頭路 客氣了 他們太太帶去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這個也不錯 對不對 為什麼不錯 消極一點來講 我是在資訊局 幫我們解決失業的問題 出去了以後就不算失業了 可是重點是在後面 本來我們現在就很希望推 在整個東南亞跟台灣怎麼樣去做一個整合 有機會我們這些朋友就回去 我相信上一次這個 思江還有一些朋友就在提說 移民都有一個規則 到了一定時間以後 他都會有那種像我們台商說 歸以返鄉 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世界的移動其實應該是一個常態 那也就是說 剛剛講說如果 是99%都是女性因為婚姻移到台灣 他們單獨要回去 機會不太大 那也許你剛剛講那個現象就是一個好機會 所以也許台灣人家講說 應該讓你們的老公失業 然後你們就一起把它帶回去 可是老公失業要帶回去之前 我們應該把他的人力資本好好的強化 然後配上各位的文化資本 回到你們的母國有沒有新的機會來展現 說不定我們就跟這個泰商娃娃來結合 對不對 他已經有這個know how了 他現在的困難是說 故宮要給我下訂單 要買我這個泰商娃娃 就是台灣的芭比娃娃 但是他不敢答應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要去做這個事 台灣人不願意去做這個事 可是我相信以越南或其他幾個地方 其實也蠻有公益的思維 他們應該可以整合 所以上一次我好像記得說 我們在那個論壇的時候 我們藍頭的就有提到說 我這裡訓練很多人 阿博討論 我不知道你們湊起來了沒有 今天又再給你們撒作堆 第二次給你們送作堆了 那你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去瞧一下 說有沒有機會 中間可能比如說訓練費用上一次移民組的組長 他說他也要補助啦 不過那時候他們就給移民組 移民組還有一位 等一下你可以補充嗎 那時候他說 執行級的訓練費用比較高 移民組的訓練費用比較低 我說那這樣我們要把我們的費用降低 開玩笑 我說其實是兩局或兩署可以整合 把這個做得出來 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在想 現在因為他剛剛也有稍微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泰山華的公益也要把它數位化 有些是可以數位化 有些可能不行 還是需要體驗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文化做基底的 所以那個文化的基底 恐怕就是我們張總編輯所提到的這個文化資本的進來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結合應該是機會很大 所以接下來就給我們兩位還沒有發言的 這個東南亞的姐妹優先發言 優先沒有保障的機會 就大家都國民待遇平等 你們兩位也可以講 等他們兩位講了 你們在第二優先 因為你們已經講話 你們兩位可以就我們幾位剛剛所代表報告的 有沒有什麼想要了解 或是你們有什麼經驗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以提出來 好 接著我們就請 不知道是第三代 第四代 還是第五代 不管他哪一代 反正我們是代代相傳 大家互相連帶 對不對 所以也許就可以來做這樣的事情 好 來 是不是我們 你看我們辦公室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邊這樣 這個理事長一直在指這邊 是緬甸的高小姐 好 來 掌聲歡迎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叫港北京 我是來自年甸的 我曾經是在那個 台北市的圖書館多養文化中心 有當過製工 然後我目前的情況就是 我是家庭主婦 有時候去那個 有需要設立那邊 歡迎緬甸文化那個圖書館有需要的 緬甸文化的 更了解的 無法跟他們說 反應 我們希望是 未來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工作 給我們機會 然後是 如果有什麼需要 對免掉文化的話 我可以盡量配合你們來幫忙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這個一定要多講 顯然你講的機會不太多 雖然你們是陽光大學畢業 但是陽光大學的時候 很強對不對 很強的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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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講的時候一定要很有自信的 把它講出來 所以剛剛提到其實是很多新住民朋友的興奮 我說我之前去花蓮 今天也有花蓮的朋友來 那有一個多元的 就是我們一個就業的特別方案 就是我們執行體有補助 然後那個負責的就是 我們這樣坐下來已經 每年結以有五六百萬 然後他緊接著說說說說說 最後就講說 我們這裡面也有很多新住民 然後我就很開心說 請問新住民做什麼 他說新住民都來做什麼 做志工 就是跟你們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他們有能力 可是他們也逐漸的走出去 問題是他是做一個所謂的無仇的工作 站在內政部推動志願服務 他們一定很高興 站在導動部就不太回來了 我們都還希望說無仇的家務 都要有仇化 那何況是大家已經走出來 在做這些事情 怎麼樣子沒有辦法 把志願服務變成一個事業的發展 不過後來想一想說 此時此刻的臺灣也許也是提供給我們這些新住民 通過志願服務去建構他們豐厚的社會資本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也是一種投資 要求新的客戶就比較愉快一點 否則的話說 人家吃飯就沒有了 這還是需要考量 所以有機會可以再多表達一下 來 接下來 你應該由我們出來放火了 等一下等我們來指定 大家好 我是 可能也是誤打 誤撞撞撞撞進來的吧 我不是東南亞的 我是來自下人的 然後但是我雖然說 以言各方面 風質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羅馬拼音跟臺灣的拼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點我要很深刻向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們來的時候我們也是很辛苦 像我自己可以分享一下我們家庭的事情 像我先生就跟我女兒說 那個拼音不會那個人 那個拼音不會的人 你不用去問他 你要問爸爸你看看 所以我們拼音誰會教我們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你看你怎麼去教你的小朋友 現在的話我就從來到現在 我就給他貼一張在這個牆上 就跟小貝比一起在學習 然後我是通通自學的 因為你那個電腦的鍵盤 你各方面你要去做一些比較高等一點的工作的話 你通通就直接用到這邊的版本 你也不能說你入鄉隨俗 把你家鄉的東西全部帶這裡 那這裡的現況就是這樣子 所以是你要去適應這個環境 不是說環境一定要來怎麼樣配能力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是說所有的東南亞的姐妹 也都同樣都是姐妹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雖然有一定的優勢存在 但是這一點是最基本最基礎的東西 希望政府可以看到這一點 我們有辛苦的所在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大家有一個難免的經驗 其實有一次我們跟新住民的團體的代表 在座談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超過十年以上的年 他們講的都是頭頭自到 然後我就突然說 我們要幫助性住民 我們資源有性 所以我們看你們都已經成長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幫助的是 進來台灣的五年之內 他馬上就抗議 他說剛進來有剛進來的問題 我十幾年了有十幾年的問題 所以他剛剛的意思也就是 其實他說 廈門 你剛剛講的 廈門 其實你有去過廈門就知道 我常常講我去過廈門 廈門的媽媽在娜小孩 中大人的媽媽跟台灣人完全一樣 三四斤的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然後你到廈門去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石頭上面刻 民國幾年 你就可以確定說 對 中華民國曾經統治過中國 好疑問 因為在史碑上都已經刻好了 他們也保留了 他剛剛在講的也是一個事實 我最近也跟他碰到一個問題 有一個朋友說 中國有一個APP不錯 是專門放電影 而且都是很接近 現在才下片 所以他就叫做風行王 風行王 我就很開心 就用我這個Apple 就要來 就風行王 我就打我們的環體字的風行王 就搞了半天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要用簡體字才能搜尋得到 所以就趕快進去那個鍵盤之後 再把那個簡體字 再把它找出來 然後用簡體字打就有了 對不對 最近我就跟很多同事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飢餓遊戲啊 對不對 他說沒看過 沒關係不用再去電影評論 趕快當囉 都是免費的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你看 只要是正體字跟簡體字 它還是有差別 最近我們在翻譯中文變成多國語言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剛剛那個好像是 昨天我們同學跟我講是 包括米電的 就是在翻譯中文的時候 以目前台灣能夠做的還有它的困難度 所以我現在請我們這些技術專家在克服 所以說可能我們現在翻譯中文有的時候 還沒有克服的時候 可能米電的話就可能會delay一下 這個時候可能就不能做 但是因為技術上還沒有辦法支援 所以這個就是如果我們沒有做 我們以為說你就把它翻譯就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可是它技術上實際上還有它一定的這個困難 所以我想體驗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以為謝謝我們同學 在努力做這件事情才發現很多的困難 困難的時候是不是把它擱在那個地方 我們說那你可能暫時擱它 其他人還是趕快去進行 好 他們兩位講完了已經急著要發言 但是因為我剛剛說你保障一下他 因為他也很想講 很想講 很主動講 你如果要講完了中間就會 來 請 掌聲歡迎一下 謝謝鼓鼓鼓鼓鼓給我這個機會 也謝謝各位市長還有今天與會的先進 那我是簡單就給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是在去年年底才成立一個很年輕的協會 叫做臺灣新移民文化交流協會 那我本身是從越南來的新移民 我來臺灣的那一年 我好像就是一個小女孩這樣 19歲我就來臺灣了 所以我感覺到我是在臺灣長大的 那我是剛才是看到就是有一位老師 講到是這一本娘家的書 讓我突然就想到說 我在空大的這一些課本上面有學到的一句話 就是這一句話是說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今天我是來到這裡 我個人來講我是收益良多 但是以我是如果感到是新移民的族群來講 我覺得兩個詞來可以形容 就是幸福跟感動 所以剛才我是想說 如果是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那我們在家是當媳婦 在外面我們是當子女的 所以這個娘家對於我來講 是還沒有人給我解釋這個意思 我是有感受到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點的是我要廣告自己 因為在這裡有很多工作機會 那移民署的一個越南語的網頁 越南語的網頁是我的作品我翻譯 所以如果老師 王理事長 如果有要翻譯那一份的話 我可以推薦我自己 好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謝謝袁理事長 那王理事長就要請教你 說你是當志工嗎 願意 你應該說不願意 沒有不公平 應該付費的志工 因為那個小老師沒有聽到我們前面那一段在講 所以他在連結上 其實是反 其實不是說要付費的志工 我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沒有什麼志工 或者是像我們柯子雲長講的 我們要做社會企業 我解決了問題 但是我仍要有收入 所以它是一門好生意 不是一門好修行 那大家只要修行就好了 要出來再修行 所以還是要 而且最好配業高也好 然後你就說我做進來了以後 我會把我百分之多少放在 台灣新一比文化交流協會 再來幫助更多的新一比文化交流 這不是社會企業的 味道就有了 那他就願意出告假 讓你再跟我們講 我們兩個再來合作 所以這個不是有可能成功 來 你有沒有要發言 要不然你旁邊的帥哥已經要搶著要發言 他已經心裡很不甘願說為什麼讓你先講 掌聲鼓勵一下 我也是來講一下 其實說就是像我們的新一民來這邊 不管在哪個方面 比如是找工作或是什麼 都是遇到一些語言上面的合格 那如果是 就是文明方面也是不會受到台灣的承認 所以就是說如果想要找到一個 一份可能比較正式的工作的話 對於政客人來說都比較困難 像我們這邊的那個學習也是一樣 就是目前就是剛剛做的 我覺得我們那一陣子都是追風達的 那我之前為什麼曬曬政治信褻 徒入的時候 為什麼離開更新講 那時候寫個重新桌 因為我目前沒辦法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所以我決定我要去讀書 所以我們讀書目的會怎麼 因為我想要 我有一個台灣的能力 在哪可以找更好的工作這樣 對 你可以講明先生的念書 那我目前就是在示範華人所那邊讀書 我目前就讀二連級 你馬俊書 叫什麼二連級 不是小鐵二連級 那我也希望就是讀完之後 可以回會 可以服務我們的那個前衛家 謝謝大家 我想說我們這位姐妹講得很好 她說因為我要找工作 所以我要讀書 我就想到我們現在台灣 是說我不想畢業 因為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繼續讀書 跟台灣人的會大正不一樣 所以我是想說這裡面就有很多 我們台灣要向他們學習的地方 那你稍微等一下 因為她剛剛已經起了好幾隻手 可不可以請演一下 因為我還要趕外交部那一場 你愛趕外交部那一場 還不是同意讓那些趕 我簡短講幾句分享一下 好像不讓你講也不行 你就站起來 我來自台灣縣八十四文化研究工作協會 我來自台灣縣八十四文化研究工作協會 當初我們里長那邊他有講到說 新住民這邊欠缺資源 因為我很大膽 我趕快去跟大學合作 我把電腦給我協會發文 我跟學校合作 我把電腦全部引進來 然後給他們學電腦 全部學中文 然後教他們鄉土 我一手伯伯跟他們教 現在已經畢業了 他們有學到一技之長 你很想讀書 可是我發覺到你只是為了那一張文品去讀書 你只是到學校去讀書 你完全沒有學到 我真正我可以打拼的本能 OK? 我就這樣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 謝謝 他可能不在討論 你趕快去 我講的話 裡面海力會很是 來 謝謝 來 他本來不在討論 他可以先講 如果要把我的話 你九三九八一七三五五 OK? 楊主任這邊有我的資訊 謝謝 來 拜多公 拜多公 這邊前面 不好意思 你好 畢竟有工程 很榮幸來這邊參加這個 有關新著名的一個論壇 因為我這邊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提供給長官跟相關學者 就是說 之前我有去聽一個有關 新著名的一個職業訓練說明會 那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有教新著名的一些新的技術 比如說在分的畫面 教他們那個薄阿米刷 或是說類似中餐之類的 可是他教他們這個技術之後 其實是有一些 我發現一些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新著名朋友 所需要學的想要學的東西 因為第二個就是說 即使他們學會這個技能之後 他們會不會行銷 有沒有店面的地點的問題 還有他們會不會選材料的問題 這個都沒有一整套的一個教學方式 即使他們這個政府花時間 花錢去叫他們之後 他們出去還是工作上面 可能有一些問題在 這是我發現的一個問題 那 將來我是希望說 政府在規劃這個新著名的 頒助他們這個職業訓練的部分 希望就是說 系統性去考量這個問題 因為政府有很多這個工作機會 或是說相關的一個學術研究 學校的一個研究的機構 可以把這個資訓整合起來 然後事先去徵求他們新著名的需求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在這方面的研究 這個市場是不是有他們職業訓練 要不然到時候他們的訓練 花很多時間出來之後還是沒有 到時候也是大家都白買一閃 這樣子 謝謝 這個柯子雲達等一下可以回應一下 因為他其實他剛剛有講 幫你檢查的 他剛剛講說訓練 他打錯了創業也不是創意 然後要輔導 就是他這個要一條邊 一條邊要這樣子做 你等一下你看看 我們再蒐集幾個問題 你可以再回應一下 這位先生的這個高見 還有我們現在就不屑了 你是第幾代的話沒關係都可以講 哪一位有想法或是說要請教他們這幾個 我覺得他們剛剛幾位都談了很多非常棒的內容 都注意繼續在第一位發言 這個我們理事長說現在幾首發言 他把這一本書要送給大家 送給他 台灣人還是蠻功利的 對不起我可不可以站比較適當的位置 我會背對著大家 先自我介紹 我在剛從世界大學的那個退休 退休兩年 之前在台中推廣教育中心擔任的組長 我在這邊服務了18年 然後我在實踐服務了27年有7個月 那從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到社會教育都有接觸 那在場呢 我輔導最成功的也就是在場接電當 變成我的前面的長輩了 我的師長了 就是我們這個陳一雙 理事長 因為我的感想是 新移民這個部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因為我們因為921大地震的關係 我們中部世界是我們輔導過很多的最弱勢的人 也就是政府老委會所認定的一些中高齡啊 或是身心障礙啊 或是一些炎住民啊 一些條件比較差 比較稍微困難一點的人 但是我們在職業訓練裡面 跨了實力住行娛樂這個領域 那今天討論了非常多的議題 我很榮幸今天是我們的陳理事長邀我來一起參加了 我今天是在當觀眾來學習 那我的感觸是 如果政府能夠推一個叫做市區工廠這樣一個概念 就像今天正好我們的泰山資訊中心有意要成立10個數位機會點一樣 如果有機會在每一個社區都一個社區服務據點 這一個服務據點也就是政府長期介入常態型的一個輔導選定 設定一些基本條件 那他可以從生活層面包括一些新住民的家庭教育親子教育 因為那是最不能離開家的 因為我看到的問題是公婆他們基本上在新住民這個家裡面 目前我所接觸到的看起來比較弱勢 比較弱勢家長是不可能放他這樣被不可能放他出來的 那他成長的機會談再多他的接觸民就很有限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地就能夠服務他呢? 那就是讓他覺得很有安全感 也就是在地人來服務在地人 在地的單位尤其是家庭最根本的 可不可以從他的家庭的氣質教育先給他做一些服務 這裡面涵蓋的除了服務之外是生活層面 包括如果要經營的話用複合式經營的博士 因為之前在我時間大學台中推廣裡面 我們是吃的、穿的、住的、都有 十一住行一六這樣的一個課程訓練幾乎八成以上 都是由老委會委託我們做訓練 那我們接觸面裡面包括教育部的老委會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個單位給我們的縣市政府之類一些給我們經費 那我們也下鄉因為尤其是九一大陣燈的關係 所以我們付到很多創業成功的案例 在那個石岡客家美食 他是一個最成功的集體創業因為非常不容易 他是訓練過五個班挑選了一些比較有興趣 想要做一些創業的人做結合 這個需要工部門來協助 也需要民間團體的努力 因為他第一個工部門介入的是 九一發生之後他可以全島半島鋪 當時是因為有很多的捐款 所以怎麼樣先叫他一技之場 一技之場之外 其實我們廠長講決心那一天才是輔導的開始 也就是你訓練完才要幫助他走出去 所以現在我看到的是很多人領執行生活津貼 是為了津貼而來很可惜看到你今天領了很多 訓練完全部又歸零了 我看到政府這樣一個就業安定基金的資源好可惜 感叹很多很多職業學生我是為了領那份錢而來 結果最後學習的效果是都是層數不高 所以是不是能夠用這樣的 同樣有這樣的一個基金 是不是能夠在全省各地社區有一個據點 當作一個可靠的點 像有的新移民他是可能當媳婦 說真的他家庭就是一個問題 他怎麼走出來呢 談再多的政策政府都永遠 我們如果在職位高一點或是在外面辦 我們是因為沒有包袱 可是他連家裡根本走不開 他第一個可能家暴的問題就出來了 他的公婆不准他出來了 因為其實也是一個事實面 如果當一個外籍新娘 那時候我們常常說新的外籍新娘這樣進來之後 結果他因為接觸 因為他能力比較強 結果馬上脫離這個家庭離婚率就很高了 這個又出現另外一個家庭問題 我們要社會能夠基礎穩固 家庭先顧好 家庭顧好怎麼讓他能夠心甘情願付出 有能力去付出 他教育出來的孩子非常的成功 能夠得到公婆的認同 能到先生的認同 我們有沒有辦法先起家呢 那起家的話就是要在地設立服務點 當他遇到什麼困難 至少怕人無路就會 就會看得到我所需要的給我的支持 有沒有辦法政府介入這樣的一個 家庭服務據點這樣一個服務呢 這個是一個涵蓋很廣的 包括複合式經營包括創業 所以這種訓練才是有效的 而且用這麼的方式可不可以政府 政府強力介入 竟然要設立十個數位機會中心 其實我們長期在接觸政府各個部門 為什麼政府不能整合呢 為什麼政府不能跟民間整合呢 產業關係為什麼不能同時兼顧呢 對不對 我們現在社會的競爭力已經只在下降了 我們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再努力一下 其實我說我在98年退休 其實我是未來再回到中部 因為我的工作職場一開始在實踐的服裝實體系 後來因為家的關係又嫁回去 我是台中人 結果嫁回去我需要回到我的家鄉 很好很巧的很幸運的 我們成立了台中退房教育中心 所以我調回去了正好18年 孩子的成長最關鍵的時刻 我能夠兼顧到工作跟家庭 等到孩子大了上大學正好又調回來了 我就接觸了我們的課外活動指導組 帶了五大屬性社團帶了一個校隊 然後當孩子畢業了 我也差不多應該回到中部了 所以我才幫你退休 但是我不是要休息 我覺得我當年18年在社區教育 中部四縣市這樣一個職業訓練 尤其是勞委會這樣職業訓練的成效 我們有很多的輔導創業成功的案例 個人創業、集體創業 我們都有這樣的案例 所以我相信新住民的一個 這樣一個訓練這樣上結合社區教育的 這樣一個其實是應該還有一些方式來幫助他們 讓大家一起來不要分彼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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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的禮物 那個理事長 來 謝謝 來 照相 來 等一下 來 來 他可以開空頭支票 然後大家去禮 四面九號 每個人都有 十月九號 就第一是卡丫�老師,一起飛下來我們 還有紙简七、四、五、三、四、五、四、五、五、六、五、五、六、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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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六、七、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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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稱我 Exactan 然後我們各地的就業服務中心 未來要轉型成為癡癌發展中心 這名叫CDC 那就是希望說怎麼樣子來 終身來為我們這些需要服務的朋友 特別是在癡癌上面 各位也都知道台灣其實長期發展 比較少做癡癌的規劃跟癡癌的發展 比較少 這方面的專業人力我們也需要去培養 所以說不定到時候 我們這些新住民假如有這樣子的新住民 說不定也可以來轉做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到時候就會開創一些新的就業機會出來 那因為剛剛這個楊老師提這個 他自己的這個發展 我就覺得說其實他也是一個範例 就是說他等於是錢多 事有意義 離家境 這樣子的可能就是很符合我們 現在新住民朋友的想法 我最近就在想是說如果有機會把設計的思維 放在我們新住民的所有的事物上面的話 可能我們需要做一個意義的創造 那這個意義是什麼 可能就是今天我們談了非常多的這個政核 它是需要去做一個組裝 那假如能夠組裝 也可以剛剛這個楊老師提到的 因為他講的很有熱情 那我們就就跟我們講 其實我們講講說 好像是做個好運動的 這個字幕的經歷 那個聲音